那个云端上面 所以大概其实很简单 用Excel的函数其实就是这样的公式 就两个 一个是用Column 一个是用Role 这两个函数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 如果你不懂这两个函数 这一次还真的很多东西做不出来 在你会的话 其实就很多地方 你向右向下一拉 结果就OK了 尤其是你要参照另外一个地方的东西 然后把它带到另外一个表格里面的话 那就很需要用到Column跟Role的参照方法 OK 那另外当然VBA也是不是很困难 其实这边的话Fall 写法跟Python最大的差别就是 如果Range它变成这个Range Range它有点像哪一个到哪一个的意思 OK 然后再多一个Nest 其他的话就是输出的储存格 那其实我觉得Excel里面的优点就是 它上面因为已经有Excel可以让你放资料 不像是Python那么麻烦 Python的话变成说你要放资料 还要先把它放到串列里面 再从串列里面把它抓出来 有时候相对 真的因为串列里面的东西不像Excel是看得到的 是看不到的 OK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表格 一看就知道是表格 但是如果你放在串列的话 它是一个二维阵列 所谓的二维阵列它一定是什么 这个中瓜湖 这个里面的资料就是这个到这边又一个中瓜湖 然后豆点 这个又是一个中瓜湖 豆点一字类推 也就是说它就是 一整个表格 实际上呢 就是 一个表格这个应该是外面表格的那个大瓜湖 里面的话就每一列的大瓜 里面 里面的外面这个中瓜湖是表格的中瓜湖 里面这个是列的中瓜湖 应该就是每一列就把它切一个串列放在里面 那这个叫二维串列 那也就这一集最难的地方 OK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应该对这个二维串列比较头痛 如果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以后你想要把那个Python跟Excel跟资料库串接就会很简单的 因为在Excel里面 就是你将它输出表格到底Excel的档案 只是只要用一个模组叫Pandas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把它输出成Excel档 就Python要ToExcel 就是你要第一个要了解什么叫二维正列 如果你不了解二维正列 你恐怕也是会有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你要输出到资料库 所以Python要把资料丢到资料库的话 也要会二维正列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就是叫ExcelMany ExcelMany就是你后面就带一个二维正列给它 它就会帮你把这些资料分别就塞到那个资料库里面了 就完成了 所以其实如果懂得二维正列是关键点 所以这个二维正列当然比较难懂 所以我特别用Excel来解释 应该大家会比较能够理解 不然的话说真的 常常看那个书里面就讲二维正列 第二维正列 那其实很多同学就会搞不清楚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抽象嘛 有时候我用叙述导步用实体看得到的 会比较有感觉 有feel一点点 不然的话没有那个feel 感觉就是很抽象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中瓜弧就是表格 一整个大表格的中瓜弧 那里面的中瓜弧 就是每一列的中瓜弧 后面会加一个斗点 所以待会我们可能要在拍摄里面 他要我们做的 就一你要先产生这一个表格的二维串列 二你要再把它拼得出来 那就是结果了 所以其实我成就分两段 分两段来完成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当然如果说 我们不经过串列 所以也许 假设我要把这个方法 转换成Python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如果要转Python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写法 只要写一个什么 写 我们先不要 先 题目里面是要要求我们用串列 不过我们先不用串 我们不用串列 我们假设我直接用什么 用刚刚的这个VBA直接转换的话 其实这样转就OK了 那怎么转 里面大概几个地方 就是你如果以后看到 4i等于1到5 在这边的话 你就把它改成4i in range 1到这个要6 不过把它改成一样 这边的话你可能要改成6 其实5加1 这边的话就10加1 然后后面的话 因为题目要我们做的结果 输出到哪里 它是sales 这个输出的 我们就是用formate车 格是什么呢 它这边题目要我们是 蓝数是5的话 那我们就用什么 用4d d的话指的是整数 OK 四个整数的意思 那这个箭头呢 表示是靠右对齐 对齐方向 刚好有没有 一个大于幅 刚好有点像箭头 意思说靠右对齐 OK 那我们就把这一剪掉 i的结果放到这个 刚好就四个字 四个字 四个字 帮我一个一个输出 那最后的话 因为做完一个 最后要换行 这边最后一个换行 所以就有一个printer 这个跟前面那个有一题 我们99层发表那一题 有点类似 所以如果你对这一题 有一点不太了解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之前 我们做过那个99层发表那一题 影片可以调出来 重新复习一下 两边互相参照 你会更清楚 OK 那最后run出来 结果是怎么样 我就直接把这边执行一下 程式run一下 底下的话就结果 你会发现呢 上面我有这个input 这个我先注解 最好 因为题目要我们输入 起列起栏 我先直接写固定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输出 就会是这样 长这样的 那基本上这个东西 它就有点像一个工厂的一个模具吧 四个 所以每一个都是四个 而且都对齐到哪里了 对齐到右边 这个都对齐 对齐右边 而且是四个整数 第一的话是四个正整数 那因为里面如果不足四个 它就用空白了 OK 那所以就一到九 那换行 这边有个print换行 换到下一个 换到下一个 刚好跑五次就结束了 所以一到六的前一个物 那就完成 但问题这一题 它其实如果考试 这样子就简单了 可是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它是希望怎么样 希望你产生一个二维串列 所以 如果你今天这样子 当然表面上看到是OK的 可是将来 那个评分系统 它应该没那么笨吧 就是说你要写这样 结果一模一样 如果再猜 它应该会确定说 里面里面一个变数是list 串列 你要不要先把它放到串列里面 再把它出出 所以我们后面的话 就要先做那个 就是串列的方法 所以这个先mark下来 我们要先做一个二维串列 那这个所谓二维串列 就是一样先input 一个是列 input 几列 几栏 column 假设出五列十栏的话 那我今天要做出的结果 就跟刚刚我给各位看的 五列十栏 我们第一步要先产生一个二维串列 就想这样 就是把一个大瓜糊就是表格的中瓜糊 然后里面的话就先放一列 然后再放第二列 总共五列嘛 第三 第四 第五 所以特别注意哦 总共五列就是等于是有五个这样一串一串的东西 这个是第一步 所以你要先做出这一个 第二步才是什么 再把这个串列再输出去 它是要你这样做 OK 那要怎么样把这个串列串出来 请各位先思考一下 那里面可能第一个啦 我们一样要输入一个row 一个column 那当然因为我要先输出一个 这个哦 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呢 我就先产生一个变数名称叫less1 而且我的习惯 所以你们看我的程式哦 理论上都是一二三啦 OK 反正第一个就一 第二个就二 第三个就三 那为什么会这样取哦 没别的原因 就是方便 而且好记不容易忘 因为刚开始一直在想说 要叫什么list 什么名称 就想很久 但是最后发现用这一招 比较统一啦 方便 所以如果你想不到别的方法 不然你就照这样做 你会发现我第一次就是一 第二次就二 一十类推 那这个中瓜五指的就是这个外面 这一个 OK 然后呢 里面的部分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哦 我就先for i in range 然后跟他讲说我要跑五次 那就0到5 就是01234也是跑五次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里面特别注意哦 你要放什么呢 append append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放一个资料 特别注意哦 你先放外面这个空的 再把资料塞进去 特别注意哦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边应该是比较不容易解决 意思是我先开一个串列空的给他 在这个串列里面 开一个空的串列哦 放进去了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什么 把J for J for J的部分就蓝 蓝的部分的话呢 一样是输入10的话 那就0到9 OK 然后呢 我就在第一个 第0个 第0个值的就是这个 这个编号0 然后我放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那个J减i的结果 把它放进去 OK 所以这个结果 其实就放在第几个哦 OK 他就把这个输出的结果 一个一个把它放进去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最后我把它print出来 结果就OK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步先产生什么 产生这里面的串列 那这个 我已经把那个程式码 已经把它放在这边 OK 所以第一段 在这里 你们再把它print出来 就完成了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题最难的地方 我想就是在 如何把 刚刚的那个表格 先塞到一个二维串列里面 再把它print出来 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是真的 我觉得这边所有的考试里面应该 一个比较难的地方 应该就二维串列啦 第六类其实不算是 简单的一类哦 尤其这一题 606我觉得难度还蛮高的哦 谢谢大家